大家好 我們是本週的銀河主打星 AK 今天要聊聊我們 天敵的天敵 最害怕的 所謂的天敵就是動物嗎 或是昆蟲 或是事情 或是事情 對 你覺得你最害怕什麼 我有一次在打電腦 然後我突然覺得 臉癢癢的 然後我就一抓 就發現一隻蟑螂 而且它是屬於中型的那種 然後我就整個大叫 而且我最怕的就是蟑螂 真的喔 我覺得這一點 我那個整個奇蹟皮革都出來 然後我就呆坐在電腦椅子上 然後就呆坐很久 那心想說 就是你看它 它看你 那時候心想 我那時候已經不知道把它甩到哪裡去了 那時候想說 我一定要把世界上所有的蟑螂都殺光 那時候心裡就是這樣想 這個任務就交給你 那個人們往後面有一項超能力的時候 你可以分享這個 你的天敵是什麼 我的天敵也是蟑螂 也是蟑螂 因為有一次呢 我記得是國小的時候 我去補習班 然後補習班跟上課一樣 都有休息十分鐘的時間 他也是這樣很開心 哇 下課十分鐘趕快衝進去 上課趕快回來 就趕快打開補習班那個教室的門口 一打開就看到有個東西 一直在飛 然後你知道蟑螂在飛 它其實沒有邏輯性的 它是亂飛 因為它不太會飛 因為它不太會飛 那沒想到最後就一直停在我的額頭上 哇 哇 這麼近喔 就在這邊 哇 好毛喔 我就這樣 你看他 你看我 他看我 我看他 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可以不動欸 然後我就看尖叫 因為我嚇呆了 我那次覺得我真的要尿褲子了 然後我就這樣一直叫 幾歲啊 國中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 還從那一次之後 我看到蟑螂我就會害怕 已經是會飛的那一種 會飛的真的太可怕了 對 所以我的天底也是蟑螂 蟑螂是你的天底 所以大家以後來簽帳會是來活動 不要拿出你的蟑螂 只要拿出你的專輯就好了 現在跟著我一起搖擺 就在這個舞台 讓我們交換來你愛我嗎 就是現在我要請對你說愛